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海 刚才啊,我上会计公司呢,求了一个优包 嗯,这个优包啊,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网友给我优害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怎么知道我的地址 嗯,这个我感觉应该像一个狗窝 是不是啊,咱们一会儿吧,我把这个狗窝给打开 一会儿找一个地方给它放过去 昨前吧,我又收到一个狗窝 这个狗窝在哪呢,在这儿,我让大家看一下啊 看见了吗,这个狗窝 昨前吧,一共收到,收到了三个 这还有一个,我没打开 是什么原因呢 它收到这个三个狗窝吧,全是一样的 完了之后吧,当时我就放到那个流浪狗,狗窝那块了 结果,就是我这个放完了以后呢 我回家,给它做了一锅狗石 在送去的时候,这个狗窝就丢了 嗯,这个狗窝也不知道让谁给偷走了 但是吧,今天又收到一个大的 这个大的,你说我要不给它放那吧 这些狗窝,它还挺冷的 一会儿我就给它放到那个,给垃圾堆的边上吧 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放在这家啊,是不是啊 咱们进屋打开,看看是什么样的 这么大呀 啊,这边三个狗窝 哎呀,这是枕筋 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三个狗窝 刚开始啊,我以为是一个大的 这三个狗窝质量炒得挺好呢 我估计这一个不几个七八十,这百八十块钱呢 再带个玩的 行啊,咱们现在给送去吧 是不是啊,都买回来了 它要是再丢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都买回来,也不能放在家呀 走吧 我到地方了,这个垃圾堆啊 就是这些流浪狗每天吃饭的地方 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几个狗窝 为什么不能就是,不能放在这个周边 必须也放在这个垃圾堆的左右呢 你们看一下啊,这边全是家属区 我要是把这个狗窝放在人家门口 人家肯定也不愿意 所以说的话吧,只有一个办法 把这个狗窝呢,就是放在我定的狗窝的周边 你们看看这边全是家属区 你把这个狗窝放在谁家门口 谁家都不在 他都肯定得生气 那不可能让一个狗窝放在他家门口,对吧 这里最好的位置啊,就是放在那个位置 你说我要给他放在上面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当地啊,家里面的尿啊 还有屎啊,这个水啊 天天晚上倒 因为家里面没有卫生间嘛 你倒完了以后 这个水他就往下流 我要是把那个狗窝放在这个位置 他过几天这些屎尿这个水全都得冻冰 你看这个箱子是我前几天放的 现在冻的,看 全冻上了吧 我只能放在这个位置 只能放在这个位置了 咱们看看这小狗怎么样了 三只小狗还在里哈 好,现在把狗窝开始放吧 这个狗窝已经放好了 咱们就盼着这些狗窝千万别再丢了吧 waa 谢谢观看